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描述先民怎么渡过黑水沟 然后到达台湾的故事 整出巨马用非常柔软的白色的那些布 纱布 然后用来表现海浪 所有的舞者在海浪之中起伏翻滚 又如被大浪吞没 又从大浪中爬起来那种艰难 那么他配的就是一首恒春民谣 恒春民谣的传人陈达的那首歌叫《思想起》 歌是这样唱的 他说《思想起》 《思想起》 祖先艰辛过台湾 不知台湾生作什么款 说《思想起》 首先健身过台湾 不知道台湾生作是什么款 《思想起》 海水改身来翻黑 在海山 在漂浮 就心甘苦了 《思想起》 黑水要过几十年了 心甘硬 刚才风台更大龙 有的在大头来看天上 有的在想到来生命了 用《思想起》 生命保庇 祖先来 海底千万五千来做风台 《思想起》 台湾后来是好所在 《思想起》 减贵三八年后 交交灾 那真的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 所以我每次听到陈达唱这首歌 都觉得很感动 我记得我看到陈达的时候 大概也就是1978年那个前后 那时候我还在台中一中念书 那陈达到台北来 一个叫木棉花那里去宴唱 唱完之后他路过台中 就在台中的一家咖啡馆 那天我想要代表我念书的台中一中 的校刊社要去采访他 所以就特别去等待他 后来他被人带了进来 可是我们没有能够采访他 为什么 因为我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都有点恍神 后来安排他的人 让他就开始很自然的唱起了 思想起这些歌 这些歌曲仿佛是不断轮回 不断唱的一样 他进入他唱的旋律里面 进入那个历史的记忆里面 进入情感的轮回里面 一点一滴的 承打在那个历史里面 陈述他所知道的台湾史 所以看到他 我会很想到那个 希腊古代的时候 不是一些伊利亚的奥德塞 那样的一个引游诗人们 引游诗人就是能够拿着乐器 然后不断唱着歌 把整个历史 整个神话重新叙述一遍 是一个史诗的创作者 承打其实很像 台湾移民史诗的创作者 抱着他的乐琴 慢慢诉说那一段 被遗忘的艰难的 唐山过台湾的历史 那种质朴的歌声 好像祖先在召唤 召唤人们想起祖先 从唐山过台湾的时候 经过台湾海峡的黑水沟 在像山一样的海浪里面漂浮着 在生死的边缘挣扎 碰到台风的时候 整个船向大风中的一页 小小的树叶一样 随便它吹起翻滚 然后被打击沉没 在最绝望的时候 只能够祈求神明来保佑 所以新传就是另外一名所 编的这一部舞剧新传 其实就是要呈现这个历史 我记忆中 它最后是穿过海浪之后 每个人像一个堆叠起来的 像上天祈求神明保佑的 那样的一个祈福的人群一样 向着天深深的祈祷 那事实上呢 这整个历史是非常真实的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会讲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为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原因 所以跟台湾的原住民族认同起来 以台湾为主体 可是我们都忘了这个主体 最早的开发者里面 不只是平埔族业 不只是三地的原住民 还有无数的从福建 从广东 从大陆各地来的移民 这些移民者所经历的痛苦 艰难 实在是后代很难想象的 那么 清朝时期从厦门到台湾 要经过两道黑水沟 或者成为黑水洋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海峡非常的狭窄 那么整个黑潮经过的时候 是南北的流向 穿过台湾海峡 那如果要从大陆到台湾的话 整个等于是东西向 这样船要开过来 所以船是它的腹部 面对着南北向的大洋流 所以很容易被冲翻 一般很清醒的帆船 很容易被巨浪从中间横打过去 就翻覆了 同样的 中间夹了一道什么呢 夹了一道澎湖 澎湖旁边的那些海沟 也非常的深 我曾经去澎湖 做采访的时候 坐在那个船上 那已经是算是 很现代的这种 器械的 蒸汽船的这种方式 那种快艇一样的船 可是那个海浪大起来的时候 整个船头是这样 颠起来之后 整个又冲到那个冲浪 然后打下来 非常之困难 整个人晕到不行 那就简直是你在 大浪之上被甩起来 又跌下来 甩起来又跌下来 你坐在那个椅子上 简直就是 就是在不断在甩起跌落 甩起跌落的感觉 现代都已经是这样了 更何况是风帆船的时代 所以清朝有一个记载 它说 生死存亡 在须移呼吸之间 整个船就这样 被抛弃又跌落 急天将民 每起一让 急从半天而落 所以 这就是 早期移民到台湾 所经历过的 恐惧危险的历程 就是这道黑水沟 当他们经过这道 黑水沟的炼狱以后 终于看到台南的路尔门 路港 或者嘉义 布袋港一带 郁郁冲冲的林木的时候 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他说 东固台山 烟云竹树 翠绿幅兰 就是他 往东看见了台湾 台湾在东边这边 东固台湾 有烟云竹林树木 翠绿的树林之上 浮着纯洁的蓝色的天空 然后船自南而北 罗泪一片 绝世屏障画图 那种平安抵达的感觉 你可以想见 我们的先民是多么欣喜 因为终于看到绿树 看到陆地 终于不要再受到 海浪的折磨 不要再受到这些 波涛的折腾了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喊台湾到了 台湾到了 那是何等激动的一个时刻 就是这样 清朝开始了 他在台湾时期的移民 这些就这样不断过来 当然 我们也要交代一下 对民政来讲 郑克爽 他们想投降清朝以后 司长就把他们都带到北京去了 所以整个 他们到北京之后 还有留下了一些后代 据我所知 有一位诗人 郑仇宇 郑仇宇就是郑成功 他们家族的后代 后来他们整个家族 那整个大的家族 在大陆开支善业 那么后来 郑仇宇他们家就住在山东去了 所以他后来是山东人 从山东到台湾来的 当然在台湾来讲 各地还保留郑成功两三万个大军 两三万大军留下来开墾的那些部族 这些部族本来是部队 那为了生存 所以散落到台湾各地去囤墾 还有呢 还有在郑成功 他们统治台湾时期 那么有大概移民到台湾 据统计起来大概12 13万人左右 这些福建移民 其实都是想要脱离清朝统治的 追求自由的移民者 想要来台湾生存 那么蜻蜓当然很担心 他们在这里生据教训 徐土返工 台湾就变成反清复明的根据地了 那就很麻烦 所以蜻蜓本来有意 想要把所有的汉人撤走 可是汉人实在太多了 已经十几万人落地生根了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移民 因此清朝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说流岛不流人 这样一个传说 但其实呢 后来根本没有做到 可是当然现在很多写台湾历史的人说 清朝曾经流岛不流人 所以其实台湾的汉族留下非常少 我想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传说 那后来 施郎就建议蜻蜓把台湾 化归为福建的一个府 就是福建省台湾府这样来管理 因此清朝在管台湾的时候呢 就很顾虑 很怕移民来更多更多的人之后 会造成台湾反抗的意志越来越强 所以他又禁止大陆沿海的居民移居到台湾 而且呢 他希望定居的人慢慢也移回去 所以就禁止他的眷属来台 如果他的眷属还在大陆 还在福建的话 那他就会想要移回家乡去 可是没有用因为大陆没有那么好生存 特别在新朝时期 所以只有偷渡来台湾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因为船上只能够容许男性 所以女性非常之少 那么偷渡到台湾来 绝大部分都男性 那缺少眷属 缺少女性 缺少家庭 缺少家庭的安慰和温暖 所以这些男人 平常当农工 就在这里开墾 农险的时候就聚在一起 一起干嘛呢 喝酒赌博 打架斗殴 或者有时候就暴力相向 这些指的是就是说 比较年少的就是青春的 这些过来的移民 他们就容易冲动 因此台湾社会 显得有点不安定 那清朝时期 他的官员呢 看到说台湾社会不安定 于是又开放海境 可是一开放呢 来的人又开始突然多起来了 所以啊 清朝统治台湾的时间啊 他有几度禁止移民台湾 他有几度开放 历史的统计是八次禁止 八次开放 也就是进了之后 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台湾越来越不安定 又开放 开放之后又觉得出问题了 所以又进了这样 有时候言 有时候松弛 所以政策反反复复 可是偷渡移民的人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所有偷渡台湾的 其实越来越危险 为什么你一禁止就更危险 碰到海境就越危险 所以每一个渡台的人 都要交一笔什么 要交一笔偷渡费用 特别是海境时期 越近 他费用就越高 那我要讲的是 这个时候常常发现 这些偷渡者 会碰到黑心的船主 这些移民在历史上的记载 遭遇的凄惨 实在是绝对很难想象 比成达的歌声更恐怖 好几百倍 比海浪更恐怖的 那么在历史记载里面 偷渡一般来讲 跟现代一样 就是都是黑道在干的事情 黑道呢 在出海开放之前 他一定是 就是非法移民 所以他必须跟官方买 可以出海的 可是他买到几个人 可以出海的 他就把他灌水 然后变成很多人出海 那有的没有那种出海的 许可的就变成偷渡者 就暗中藏在船上 所有的悲剧 就是在这种暗中的 偷渡里面发生了 清朝时期留下了 三种江湖黑话 这种江湖黑话 显现出这种 移民时代的危险 第一句黑话 成什么呢 成为放生 好 他意思是什么 这些黑道的人 收了偷渡者的钱 然后偷渡者的钱 收完之后 他假装说 船要开出港了 然后你们大家 偷渡的人 不要被官方查到 所以你们躲入船舱的底下 船底下有一个船舱 因为在船的表面上 容易被海浪打到 所以躲在船舱底下 那就这样子 他就为了怕说 你要不要被查到 所以先暂时用木板 把你们封在里面 让这些官员 无法把船舱打开 表示我们货物 封死在里面 好 等到这条船开 开到外海了 他找到一个小岛 就把船舱打开 然后告诉所有的偷渡者 说台湾到了 台湾到了 结果呢 本来平时这些都是农民 他是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于从 从漳州 或者从山区里面出来 只想到台湾来谋生存 他就看到一个小岛 他也不知道海岛 台湾长得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们就乖乖上岸了 他不知道这海里面 其实是一个珊瑚礁 是一个比较大的珊瑚礁而已 等到海水涨潮以后 整个珊瑚礁被淹没了 所有人全部上升海底 清朝时期海上有这句黑话 把这个叫做放生 第二个黑话呢 是什么 是他们收了费用以后 就用一条一点也不值钱的破旧的老船 然后这船上破漏洞 很容易漏水 所以船非常危险 开到海上以后呢 这条船就任他漂流 原来开船的人坐了小船之后就走掉了 有的更黑的是在船底干脆找一个小洞 然后让船沉没船主自己跑掉了 等到船上进了水 所有的人上升海底 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还 也就是全部灭了口了在海上 江湖黑话这个叫什么 叫灌水 或者是雨起序 灌水起序 就真的是很坏 把人就把船灌水 把人起序了这样子 第三个黑话呢是船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西海岸我们都知道 台湾面对大陆的西海岸 西海岸是不是因为台湾 每一次台风啊 或者说有做大水灾的时候 很多泥沙跟着冲出来 所以有很多潮汐以及积累的海边的沙 因此台湾的海边不断是向外推展的 那海边 如果我们去过海边都知道 海底有很多软烂的泥土 很多沼泽地 那有一些船主呢 就开到台湾附近的时候 就假装什么说 哎呀 等一下这个港口附近会有人来盘查 所以呢 我们要开到旁边那些沙地上 然后那些 不会被看见的有一些竹林啊 什么地方 你们可以上去掩护自己 那就船靠在那个沙岸边上 根本还没有靠到岸上 而靠在那个沙洲上而已 就要这些偷渡客自己下船上岸 运气好的 那下去的是沙岸 所以人踩下去没有关系 还能一步一步的走到陆地上去 可是如果走到是 比如说大水刚刚做过了 而海底有存积了许多 从山上冲下来的这些软泥的话 那人踩到那个泥林里面 很容易脚就拔不出来了 于是人就一脚踩下去之后 另外一脚又戳不出来 整个人就现身在海边了 这个时候 整个人就陷在海里面了 如果旁边有人还可以互相扶持 把他拉拔出来一下 也许他下一步就可以踩好 慢慢上岸了 可是如果没有人来救援的话 就非常麻烦了 因为如果刚刚好碰到脏潮的时候 海水淹上来了 整个一个偷渡客 就会被海水淹没 上升在海底了 海上的黑话叫什么 一句非常悲剧的话 叫做剑藕啊 种芋头 好像这些人像芋头一样就种在海底 然后就死去了 所以啊 清朝时期形容移民台湾的艰难叫什么 叫做六死三流一回头 就四个人里面 有六个人会死掉的 三个人留着一个回头 你就可以想见 唐山过台湾是何等的艰难 何等的危险 但是即使是这样 因为清朝时期 东南沿海还是发生过多次的战争 饥荒 贫困 流离失所等等 所以还是有大量的移民流入到台湾 不怕这些危险 整个清朝统治的时期 统治台湾 它有212年的期间 汉族的居民在台湾 从最早期的30万人增加到清朝后期有255万人 你就可以想见人口增加是多么快 增进到将近十倍 那耕地面积呢 从哪里 从18000甲 激增到75万甲 整个土地是不断在开拓出来的 那么 台湾呢 本来隶属福建省的一府三县 但是开发进展需要底下 后来最后的时候 台湾府就升为台湾省 那脱离福建变成一个省 它有三个府 一个职地 周六厅十一县 所以整个清朝时期 台湾其实是不断在扩充的 就因为这些了不起的 唐山过台湾的移民 不怕危险的移民 有时候我会想说 为什么台湾的历史里面 流传那么多移民的故事 流传在民谣里面 流传在台湾民间的传说 甚至于流传在 寺庙的建庙的过程里面 都跟这样的移民有关系 有时候一群移民过来 他在船上会放着 那种小的 妈祖的神像 或者是 宝生大地的神像等等 到达之后 他们就把这个 小小的神像供奉起来 建成一座庙 这个庙又成为同乡人 共同聚集在这里的信仰 或者是聚会的所在 然后它就成为一个 后来的大庙 像龙山寺 像各地的妈祖庙 其实都这样建立起来的 当然 这样偷渡的历史 真的是代表 两岸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什么时候 在1988年 两岸开放探亲以后 仿佛历史重演了 1988年之后 我好几次到大陆 特别到福建那边 也去采访过 那种采访的经验 你真的觉得 好像历史是一个轮回一样 我看到平潭的海边 贫困的渔民 他们聚集起来 然后等待时间 等待偷渡 乃至于偷渡客 所有的遭遇 都跟过去没有两样 当然这是因为两岸的 生存情况不一样 特别是在1980年代后期 大陆开放改革 还才刚刚开始 所以还非常的贫困 因此很多大陆的渔民 劳工都希望来台湾打工 我记得当时流传一个笑话 就是大陆客如果到台湾 他们要他唱一首歌 唱什么 唱当我们同在一起 你会唱 你就代表你是台湾人了 所以这就是1980年 在台湾的笑话 但是那个笑话的背后 其实潜藏了非常深刻的悲哀 但是也潜藏了一个历史的因缘 那我当年的采访有哪些故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讲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渡 我们讲到了在清朝时期 唐山过台湾的移民的故事 那些人其实都是现在台湾人的祖先 而绝大部分现在 本省级的台湾人的祖先 其实都是在移民的过程中 那些勇敢的 终于生存下来的移民人的后代 所以你说台湾人的个性里面 是否拥有一种冒险的 不怕困难 甚至于敢于冒着风险去 寻找新生的机会的人呢 所以台湾人的记忆里面 有这样的基础 那么我要讲的是 另外一个段落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1990年8月的时候 8月22号左右 我曾经去过福建平潭采访 那个时候去福建采访的记者 几乎没有 非常之少 顶多就是到福建的福州去 因为福州是福建的省会 而平潭在距离福州还很遥远 在福州那里所使用的语言 跟在闽南所使用的闽南话 完全不同的 那平潭那里也是讲福州话 或者人们一般叫福清话 那福清这里人 有一个移民的到海外去的传统 所以在日本也有福清人 在美国有很多福清人 甚至于在美国曾经查到 偷渡各大量死亡在货柜车里头 那个货柜车是要从墨西哥 要开到美国进去的 这里面所死去的人 牺牲者那些移民里面 还是有很多福清人 所以福清那里生存的困难 使得他们大量向海外移民 在日本 在东京 你也曾经听到 日本东京的黑道里面 还有一个小小的叫福清邦 你如果看到日本黑道的电影里面 就曾经谈到福清邦是多么凶狠在那里 为了生存不要命的在那里打杀 然后跟日本的山口主拼命 可是1990年 我刚到福建的平坦去采访的时候 那真的是一次非常忧伤的经验 非常忧伤的经验 为什么 因为我去采访之前 刚刚发生了一次渔船的船难 那船难是什么呢 是在1990年7月的时候 有一艘福建的渔船 敏平渔 5540号 他到台湾海峡 跟台湾渔民 做小商品的贸易活动 我们都知道 那个两岸刚开放的时候 大陆的许多货品 通过海上的走私 不断进来了 那些走私品里面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酒 烟 大陆的烟 因为台湾人很好奇 乃至于也有各种中药 各种小小的器具等等的 因为它便宜 特别是什么 大陆酒那种 茅台酒 或者竹叶青 等等等等这些酒 那么 于是就有许多海上的贸易 特别是在宜兰外海 或者说是 无期港外海 或者台南外海等等 那靠近台湾海岸边上 大陆渔船就靠过来 然后两边的渔民就上去贸易 小小的交易 那当时的交易 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台湾这边能够给他的 就是美金 或者甚至于拿一些 台湾的物品跟他交换 这种物品包括什么 那种仿帽的名牌的手表 乃至于服装 乃至于其他的这种小商品 这小商品在大陆 因为还没有生产出来 所以在卖那边卖得非常好 好 悲剧的发生是 1990年7月14号的时候 26个福建渔民乘坐了 敏平渔的5540号的渔船 到台湾海峡做生意的时候 被抓到了 抓到之后 当时我们都知道 那里台湾有一个禁儒 专门关大陆的非法移民 或者非法的移工 所以就关在那里 那些非法移工也是 就跟早期的移民一样 说真的很悲剧 早期的移民者呢 他们到台湾我们讲过了 会有那种所谓剑偶啊 对 很多大陆在1980年代 90年代初的移民 那些渔工啊 或者非法偷渡者 就在海岸边上被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 他会告诉他们什么 告诉他们说 好 你从五七港 比如说你是在台中附近 你在五七港这个附近上岸了 那上岸之后呢 你走到海岸边上 走到一个那个五七小镇里面 那某一个人就会来接你 在海岸边接你 接了你之后 他就会带你去工厂工作 于是你就会帮你安排好了 所以这些大陆的非法偷渡者 就要交一笔偷渡费用给他们 一般来讲 大概是两千块人民币左右 两千块人民币在当时非常多 相当于一个老师 一整年的薪水了 所以他如果没有来 好好到台湾赚到钱的话 那些钱就白花了 那些偷渡者就在台湾上岸之后 有一些人因为没有被接到 所以在五七的海边 在防风林等等的 就在那边等待 有的时候一等就是一两天 他对台湾也不熟悉 于是为了生存就去附近 找看看能不能买到吃的 那台湾老百姓一听到口音就知道了 有的人就去告诉警察 有的人就去报案 有的人当然比较好心就没有 但是警察来了之后 他就说因为他会讲闽南话 他就说我也是台湾人啊这样 结果警察要查他是不是 就要让他唱台湾 大家一般都会唱的歌 比如说要唱他什么 唱绿油巾这样 唱绿油巾绿油巾 在台湾的广告才有的 或者要唱什么 当我们同在一起 但是当年台湾最流行的笑话 悲剧的是这个明平宇的这条船 在哪里呢 在宜兰外海被查获了 然后就被抓了 到上岸送到禁炉 好在1990年7月21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 中海民国的军警就在宜兰的奥迪那里 用一条船把从其他船上抓到的63个渔民 在关进一个空间很小 那个空间大概多大呢 大概2.8平方米到5.8平方米 就是一平到两平之间的那个这样的空间 整个加起来大概几平米 大概就这样整个关进去里面的 大概放在四个船舱里面 分在四个船舱里面 然后命令13个船工 13个船工用六寸长的圆钉子把那个船舱从上面钉死 这个钉死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移民移工想要到台湾来的这些大陆客 我们称之为大陆客的 他们往往在船开出去之后 想到他的钱白白的损失了 所以还会把船开回来岸边 比如说你从无锡港拖他们出去 希望他们回去 船开出去之后 他就最后开到宜兰 又从宜兰上岸了 所以就船舱把他们盯起来 让很少的人 然后把船拖到海岸的中线让他开回去 有的甚至于整个船就拖到中线之后 让他整个飘回去 这条船最悲剧就是让他飘回去 可偏偏几个船舱里面 因为两个船舱太小空间太狭小了 而且他把上面的船板盯得太死了 等于没有留下来可以氧气可以交换的地方 整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所有的密闭在里面 结果其中两个船舱太密闭了 关押了35个渔民里面 有25个人在过程中就被闷死了 那最后呢打开的时候 其中还有一个人呈现昏迷状态 那其他后面的幸存者就曾经讲到说 是台湾军警用一寸多宽的塑胶 透明胶石把他双手绑住之后 然后再用木棒把他们赶下船舱去 最后呢把丁盖盖死 结果这个船飘回到大陆去 福建岸边的时候 整个船舱已经死掉25个人 就这样子就引起了两岸非常大的震撼 因为船到平潭那里上岸的时候 发现的都是尸体 你想想看25具尸体 然后飘回到他的家乡去 那是多大的震撼 所以大陆的红石智慧非常不满 就批判台湾遣返偷渡客 根本是不人道的行为 而且违反世界的一种规范 那当时呢习近平现在大陆的总书记 国家主席 当时恰恰好就在福州市当市委书记 所以他马上抽调了公安机关 边防部队 二三十个人到平潭这里来调查 发生的事件 最后两岸开始交涉 特别是通过当时的红石智慧交涉 因此台湾这边宣告要改善 而台湾这边呢事实上也开始注意到了 所以随后就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因为还是有人要遣返 所以这个整个遣返的事件呢 就变成社会所关注 那么在大概过了半个月之后 大概8月13号左右 有大陆的渔船明平渔 他又载了50名偷渡客 要把他们带回到大陆去 这个这一次呢 警备总部要负责执行这个任务的 那他为了表示说 我们是很人道在处理的 所以在警备总部的这个拖吊船上面 他要拖的 拖着这个大陆的渔船 拖到中线让他们回去 所以这个拖吊的 警备总部的船上还坐了六个立委 还有一些新闻界的人 然后整个海军进岸的这些巡逻船 还有两艘在护航 那从苏澳起航要拖到中线去 不料那艘大陆的渔船 他好几次在拖掉的过程中 好几次想要逃离在 这个我们巡逻船的控制里面 那在基隆北方大概13海里的地方 渔船突然来一个大角度的左转 那国军海军有一个文山舰 虽然提出来警告 但是来不及了 整个船的我们巡航舰的这个舰手 就撞到那条渔船 整条渔船从中间断裂成两截 两截之后所有船上的渔民 调到海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 中海民国海军全力收救 只救起了29个人 但是失踪有22个人 那22个人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来继续讲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庄 我是杨杜 我们节目也会同时 上架到各大Podcast平台 您只要搜寻听说 就可以随时随地 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 我们讲到了1990年 发生了鸣平雨的事件 就是渔船的船乱事件 那个事件使我不断想起 造起我们的祖先从唐山过台湾 那样的移民者 我们的祖先何尝不是 清朝时期的偷渡客呢 可是我们后来对待大陆 偷渡客的方式 让人觉得非常不忍心 所以有时候想起来都心中 会充满一种悲悯的情感 好 在1990年8月内 是发生事情的时候 是在海上撞了那条大陆的渔船 然后失踪了22个人 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 中国时报工作 所以我准备去平坛那里采访 我要到现场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境 使得偷渡客变成这样 特别是我在研究所时期 写的是台湾史 当我的论文 甚至于我做了台湾史的研究 早期偷渡客的这些研究 因此我觉得历史这样重演 非常让人不忍心 那到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那个处境是不是就是早期 我的祖先从大陆 要到台湾移民过来的时候 所曾经生存过的环境呢 因此我非常想去看 我申请了 我出发的那一天 大概8月20号左右 那失踪的22个人的名单 报纸终于公布了 所以我在机场的时候 拿了中国时报的报纸 那报纸上刊载了他们死亡的名单 我到了福州之后 由在地的台联会的那些台湾同胞的 接待团体赶紧安排 没有通过他们的安排 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平坦 所以我说我要去平坦采访 而且我的同事里面 有一个马祖人 这个马祖人呢 他的亲人还有人住在平坦 平坦离马祖非常之近 换言之 马祖就在福州附近的外海而已 海上是那么的近距离 你甚至于可以看到彼此的 那些马祖上面的神像 就是马祖岛上的神像 大陆都看得到 因此那么近的距离 底下呢 1949年两岸一隔绝之后 最后马祖如果要回到家乡去 回到平坦去 明明船一坐 大概半个小时就到的 结果马祖人要从马祖回到台湾 从台湾再坐飞机到福州 福州再坐个四个多小时 然后才能够到平坦 就这样子回到他的家乡去 因此我那个马祖的朋友 就告诉我说 我如果到平坦 可以找他一个亲戚 他的亲戚是 还跟他们有保持联络 特别两岸开放之后 他会接待我 带着我去看真正的 平坦的生活的样子 好 我那时候到平坦去采访之后 整个平坦岛上都轰动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条偷渡的被撞断的渔船上面的 传难的那些失踪者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平坦的人 所以平坦的许多人就围过来了 很多亲属就想 到底我们的家人有没有活着呢 那时候两岸的红石智慧名单还没有公布出来 所以他们知道我从台湾来 他们就想要从我身上打探出来 而我其实是想看平坦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在平坦的地方上 到海边到各个地方去采访 我就看到海边停着什么呢 停着各种货物的仓库一样的东西 那仓库里面放了一些酒 乃至于中药材 乃至于大陆做的家具 那些木头家具 还有一些古董家具 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 看到一具很大的石科的雕像 看起来像古董 然后那是一匹马 很漂亮的巨大的马 可是就在想说 这个这么重大的石头 怎么搬上船 然后怎么偷渡到台湾呢 我就问他们 这个偷渡的进去 他说有啊 台湾有人订啊 订这种古董啊 所以这条是不知道哪一个 朝代的一个石科 当然佛像也有一些 那就当然就更不用说 其他的一些透渡的物品 在海边 同样的在海边也有一些像 小小的宿舍一样 那种很平价的旅馆 那是什么呢 那是台湾的渔民 如果碰到风浪的时候 飘到平潭 飘到福建 就可以住在这里 就先暂时住在这里 然后可以回去 所以在旁边也发展出 一些小小的餐馆 给供应台湾这些人 可是我就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 我就看到后面跟着好多人啊 都是全部平坦的人 他们要问我说 他的亲戚到底有没有活下来 他的亲人 在那条船上 他一直问那个名字 我记忆中非常深刻的一个人 是一个很担保的一个女生 瘦瘦的 他像游魂一样啊 他穿一件灰色的长裤 然后身体非常的细 又细又瘦 脚上穿了一双塑料的拖鞋 很便宜的塑胶拖鞋 然后腿上的脚上的那些青筋 暴露出来 他整个短袖上衣穿在身上 飘啊飘的这样 他两手环抱在胸前 然后皮肤又干又色 然后黑黑的 一点光泽都没有 他就跟在我的旁边一直看 然后一直问 那两个眼睛 大得像夜间的萤火一样的 一直看着我 然后说 你知不知道我的先生有没有活着 你可以不可以帮我查一下 你帮我查一下吧 然后眼睛里面充满了血湿 靠着门板边 然后不断问我 他丈夫的名字 然后我丈夫的名字叫林圣游 林圣游 他有没有活着啊 他在哪里啊 你帮我打听一下 他说你从台湾来的 你应该知道 你帮我一个忙吧 帮我一个忙 我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他就跟在我的后面 然后每一个屋子的主人 比如说我去采访了一个老兵 或者说采访了一个台胞 他的家人在马祖等等的这些人 他们的家属等等的 他就跟在我的后面 那有一个屋子的主人 因为他是我们 我朋友的亲戚嘛 就很盛情 拿出他们觉得最好的 其实就是一碗鱼汤 两碟放在地上的小卷啊 章鱼 然后甚至于他去买了一瓶啤酒 说要请我喝 那其实我根本就觉得 不需要 因为我怎么舍得和人家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们那么贫困 可是更麻烦的是 我要坐下来的时候 旁边都围着人 那事实上我也知道 他的先生有没有活着 我其实可以查报纸 拿出来查就知道了 可是我在舍不得 我就不忍心拿出来查 因为那个生还者 跟死者的名单 只要我拿出来看 等于就当着他们的面板 整个消息公布了 谁生谁死 就在当场发布 你想 那是多么残酷的一个场景 多少人听到他们的死亡 会当场大呼 有多少人会承受不住 而我怎么可以变成一个 生死的宣布者呢 所以我就不忍心 我想说这个应该把它 交给他们的官员 让他们来发布 到最后 这个女性 就一直跟在我后面 一直看 就这样子 我在整个平坛采访 最后呢 我趁了一个空档的时间 假装要去上厕所 我就在那个洗手间里面 把它拿出来看 天啊 那个林圣游 这个名字是在 失踪者死亡的名单上面 那真的是一个 让人非常舍不得 所以 1990年8月22号 我在平坛采访的记忆里面 我永远遗忘不了 因为他仿佛看到了 我们过去有过的历史 我们看到过去 移民到台湾的先人的祖先 曾经在这么贫困的地方 而他们移民到台湾的时候 多少人 在海浪 波桃之中 没有能够生存下来 而多少家属 还在大陆等待 这些整个两岸之间 有过的 这整个隔离的历史 让人们多么舍不得 还好 当然 后来 两岸的红石智慧 就就这个事情 开始展开了谈判 展开谈判之后 两边就开始就 怎么遣返的事情 来协商 当然最后 还是要一次谈判 好好的谈判 那这个谈判的方式 就相约在金门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门谈判 这是两岸相隔很久远之后的一次 真正的协议 所以我们说 两岸的真正谈判 是从金门协议开始的 比起后来的海基会 海协会的谈判 早了更早 但是最有趣的是 居然越在金门 越在金门是当时的 行政院院长郝伯春所决定的 郝伯春派了陈长文到金门 跟大陆签协议 而大陆呢 派了当时中央台办的一个 联络部的一个部长 叫乐美真的 就带了上面的命令 以及中国红石智慧的这些官员 一起到金门去 就这样子才真正建立起两岸 遣返的协议 然后让这些偷渡者 终于能够平安回去 在这整个故事里面 我有时候在想说 我们作为台湾的移民者的后代子孙 你想想从清朝时期 从黑水沟渡过万寝泊桃 渡过那么危险的境遇 然后终于能够到达台湾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心境呢 那是否我们活在现代的我们 能不能怀着更多人道的悲悯的胸怀 来对待两岸 当然现在两岸已经开始走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这新的时代就是大陆已经经济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了 他们富裕起来 所以有许多台湾的孩子 也回到大陆去工作了 甚至于在大陆的大学教书 像我认识的许多年轻的学者在大陆教书 他们的人生取得一个新的开始 可是如果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其实在人的底层的遭遇里面 应该怀着更多的悲悯的 人道的心互相照应 那样才能够走过长远的历史 也是我们对于祖先渡海来台的一种情感 一种奠念 一种概念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谢谢